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煙 我們現在來打一下全新的地獄級機管罪犯的職責喔 那這一張御庭陣組的話 其實技能還算不錯喔 他是水人第一張電擊敵方的卡 對 以後遇到電擊盾我們就可以電擊他了 欸對 是電擊他 不是電鋼琴喔 加上說他有這個15水15星的固板可以使用啦 還有追打無鼠的選項喔 技能其實很棒 所以如果你要練是可以的 那如果比較不方便 記得至少拿一張放在背包 避免將來要用找不到 好 那等一下一樣會帶大家用不同的隊伍來做一個 好打以及解三成就的示範 那第一隊我們就先來使用全地獄樂合作配置的畫眉丸喔 好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 這邊我們借一張就是前一陣子的工會任務免費卡白雪 他就是用來解除亡命暴擊 這一關有自爆80萬 而且是兩隻 一定要注意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你就換成隨意一個拆彈 但是要可以拆兩隻的喔 你如果是用古早的那隻防暴貓 他一次只能拆一隻 這個要注意喔 好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呢 如果說還有疑惑 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我們先抓妻子不手消 然後也不要手消到暗 我們先偷兩個回合 好 來 這是第一回 好 來 接著第二回 好 那兩回合之後呢 第三回我們就可以開妻子了 然後我們開自己的畫眉丸記憶 然後我們點心 好 然後我們就抓自己的畫眉丸喔 對 等一下如果是開副隊就變成抓副隊那一隻 好 這邊一血帶過去 跟正第一關帶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二 好 那第二這邊的話呢 敵人會自己死去喔 好 接著第三 好 第三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妻子 好 然後我們開副隊畫眉丸記憶點心 好 然後這邊我們抓開招的畫眉丸 好 然後這邊我們抓開招的畫眉丸 就是附隊這一隻喔 好 來 這邊就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第四 好 第四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妻子 好 然後我們開自己的畫眉丸記憶 然後點光 好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光起手送他就可以了喔 因為對面還要30光 好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第二條血 這邊我們要抓朱瑾 先偷一個回合 但是要注意喔 我們要消到火木光暗去減傷喔 不然如果你被他爆的太多的話 搞不好他打過來 你是會死掉的 這個要注意喔 好 那我們抓朱瑾 先偷一個回合 好 來 接著第二回的話呢 我們就開朱瑾的記憶 好 然後再開一次記憶 好 這邊把所有效果復銷 我們的休眠就解掉了齁 好 來 接著我們開妻子 然後我們開自己的畫眉丸記憶 好 然後這邊我們補一個左切喔 因為對面是減傷百分百了 我們要用左切去無視這個減傷抗性 好 然後我們就抓自己的畫眉丸 OK 來 這邊就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五 好 第五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個白雪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有寫到開副隊畫眉丸記憶點水 好 那如果你說 欸 現在不知道水是哪一顆怎麼辦 好 沒關係 我們把符石這樣點過一輪 欸 有沒有 你看敵人腳下如果會出現一個往上的箭頭 他就是水珠齁 所以我們等一下開畫眉丸的記憶 我們要點的就是這顆齁 好 那我們就開副隊畫眉丸的記憶 然後我們點水 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抓開招的畫眉丸就可以了 有無視紅綠燈 所以這邊不用去符合他齁 好 那這邊也直接帶過去 來 接著來到第六 好 第六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開七值 好 然後我們開自己的畫眉丸記憶點心 好 然後我們抓自己的畫眉丸齁 去無視三組十字 好 接著就準備來到王一 好 那王一這邊的話呢 我們再開一次珠景的記憶齁 他復銷我們 我們也復銷回去 好 來 接著我們開副隊畫眉丸的記憶 好 然後接著我們開個七值 好 然後我們開副隊畫眉丸記憶 隨便點就可以了齁 好 來 接著我們開龍科之力 好 然後我們把左切也補下去 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抓開招的畫眉丸 去轉到八組屬性珠 我們就是把這個珠子再稍微的重新排列一下下就可以了齁 你可以跟我畫面上一樣 就是稍微把它切開 這樣子就可以了齁 好 那這邊當然也是直接灌過去 沒有問題齁 好 那第二條血呢 敵人就會自己死去了 我們就可以準備來迎接第二隊 好 第二隊的話呢 我們就使用這一次的黑金飯地缸齁 好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一樣是都有打在旁邊 血位啦 如果說你要換其他的常駐增傷也可以齁 反正就是第一關 洗到血位來跳起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然後這邊的話 雖然說武裝我有寫黑金帶武裝 然後那個其餘隨意齁 不過如果你想加速一下你的常駐增傷 你可以讓他帶一顆進場可以-2 甚至是更多的都可以齁 欸 這邊啦 這邊這邊這邊 喔 那個 武裝能力 進關CD-2齁 好 那這邊是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 如果說還有疑惑 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就不要手消暗 我們等血位來跳 好 原則上是... 4回合 那你如果是帶其他的 欸 應該是3回合啦 那你如果是帶其他的就看你帶什麼而定齁 好 那跳了之後我們就開血位來 好 然後我們開自己選凝幻 好 然後我們抓副隊 OK 好 那這邊就帶過去 沒有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二 好 第二的話呢 我們就開副隊 然後選機格 好 然後我們抓自己齁 好 接著第三 好 第三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自己 然後選凝幻 好 然後我們抓副隊 好 接著來到第四 好 接著來到第四 好 第四這邊的話呢 我們補一個龍科之力 好 然後我們開自己選凝幻 好 然後我們抓副隊 對 好 這樣子抓的是光齁 那等一下就會天降兩波光下來 OK 來 這邊一樣帶過去 好 二血的話呢 我們就開副隊 然後選個機格 好 然後我們就抓自己的角色珠齁 對 這邊本來他會吸龍脈儀增加自己的減傷 可是因為梵蒂岡隊伍技有內建不會被吸龍脈儀的選項 加上說也有防休眠啦 所以這一關對梵蒂岡來說 基本上是沒有技能 好 接著來到第五 好 第五的話呢 我們開個鴨馬的技衣 好 來 接著我們開自己 然後選凝幻 好 然後接著我們就開光蜥一點 那個全版水出來 啊 如果是帶其他的 反正只要有水珠就可以了 因為對面還要手銷泉水 這個就只是小小不舒服的地方 大概這樣子而已 好 然後這邊我們再補一個龍脈之力 好 那我們符合紅綠燈之餘呢 我們也要把這個暗珠消掉齁 這樣子 你如果沒消兩種阻止 那個倍率也是會噴掉 是武裝的倍率噴掉齁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六 好 第六的話呢 我們就開副隊 然後選個機格 好 然後我們就抓自己的角色珠 這樣有無視十字齁 那個機格模式的那個選項有無視十字 這邊就可以直接帶過去 OK 好 接著來到王一 好 那王一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個雪未來 好 我們 呃 等一下 那個開自己選凝幻啦 然後那個 對 我順序反過來 這個還好 反正就是雪未來 然後開自己選凝幻 然後接著我們再補一個提爾風的忌餓 好 然後我們就抓自己的角色珠 這樣就可以了齁 對 這三個要開的 你如果順序錯也沒關係 反正都有開到 那就好了齁 好 那這邊七組屬性珠 那個隊長屬 新珠 還有水 齁 都會一消 所以這邊就剛好符合敵人要的 OK 好 接著第二條血呢 這邊我們就開副隊 然後選個機格 好 然後我們就抓自己的角色珠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是第二隊的梵蒂岡 等一下我們就來使用第三隊 好 再來第三隊我們就來使用 全宇宙巡縮配置的萌大拿齁 那這一隊的話是需要用到時光牌 換取生命的代價 因為沒位置放羅莎林去無事實質了齁 好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的話 我都有打在旁邊 喔 對 那龍科的話呢 記得帶到三個形狀一樣的齁 這樣子你必要的時候才可以拿來延遲敵人 好 那這邊是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 對 那剛剛為什麼會有講到那個形狀問題 就是我們要帶一個比較好綠珠的形狀 好 那我用的是映照龍服啦 如果你擅長的不是映照龍服的話 你可以換成其他的齁 因為三時光那邊我們需要用龍科來把光珠叫出來 這樣比較快一點點 好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如果還有疑惑 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我們先偷一個回合不守消暗 然後我們可以把那個機械珠多消一點齁 目的就是讓萌大拿趕快去做一個變身 這樣子整體而言是力大於必齁 好 那第二回的話呢 我們就開左邊萌大拿的技衣 好 來 接著我們開希塔 好 然後我們開伽瑪 好 然後我們開斯卡 好 那這邊就直接大力轉了齁 這邊希塔已經幫你無視反手消了 所以你消到暗珠是不會怎麼樣的 我們就直接正常大力轉即可 好 那一樣齁 就是多消一點那個機械珠齁 我們趕快讓萌大拿可以變身 整體來說舒服很多 好 好 來 這邊就帶過去 沒有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二 好 第二這邊的話我們開右邊萌大拿的技衣 好 來 接著我們開個希塔 好 然後我們抓右邊萌大拿轉全體攻擊 但是要記得齁 幫我留一顆加護珠下來齁 好 一定要記得至少留一顆齁 不然就是又要浪費回合數 這個要注意 好 這邊留兩顆下來 OK 好 那一樣齁 希塔有幫你無視那個反手消 所以右邊那一隻 就也可以直接帶過去 好 來 這邊帶走 好 第三 好 第三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左邊萌大拿的技衣 好 那已經可以變身了齁 技術就給他吹下去 好 然後我們再開個變身後的技衣齁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抓左邊的萌大拿隔開水 然後等一下我們轉彎的時候 去把龍科打開 多弄一點光珠出來齁 因為下一關就是要消三十光的地方了 好 那我們這邊先把那個水珠隔開來齁 好 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要記得去把龍科打開 好 那這邊就是全心全意去弄光珠出來了齁 你就不用管那個分數多少 你就是把光能弄多一點出來 就弄多一點出來齁 好 那這邊就帶過去 哇 這邊還打到Q喔 非常的猛啊 好 接著第四 好 第四這邊的話呢 我們不要去把電擊珠消掉 然後我們就是慢慢去累積這個光珠齁 好 然後伽瑪等一下如果有斷掉 記得補回來 要防止伽瑪斷掉 除了說擊斃敵人 抓角色珠其實也可以齁 這個是可以好好利用的地方 好 那我們就不要消電擊珠 好 慢慢去累積這個光符石齁 對 可能花個兩到三回合 反正你電擊珠只要不消齁 他那個 對 就 不會發動攻擊 那不會發動攻擊 自然就不會有那個反擊的選項產生 所以不用擔心 好 好 這邊還剩四顆 我們等一下就把它消一消齁 好 四顆 哇 這個位置硬齁 好 再一次 這樣子 好 OK 好 那累積到之後呢 對 伽瑪如果有斷掉 這邊記得趕快補回來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右邊蒙大拿的G1 好 然後G2 對 我們這邊附隊也要變身齁 然後再開G1 好 然後就直接抓右邊蒙大拿就可以了齁 好 記得喔 伽瑪很重要 斷掉一定要記得補回來喔 不然等一下2血我們是沒有辦法開招的齁 雖然說可以用斯卡解掉休眠啦 不過就是 等下斯卡還有其他用途 好 那2血這邊我們就開右邊蒙大拿的G1 好 那一樣 抓右邊蒙大拿 好 那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第5 好 第5這邊的話呢 我們先開斯卡 但是開了之後不要動不要動 不要動 很重要 講3次齁 這邊是為了解掉休眠啦 那 等一下解掉休眠之後 我們才能開努亞達去把炸彈拆掉 不然這邊如果 不小心傷害送出去齁 插槍走火兩隻一起爆炸 一百六十萬過來我們也是會死掉 所以這邊斯卡開了記得不要動 你要去喝一杯水都可以 上廁所看看動畫都行 總之不要動 好 那斯卡有延長至20秒 等下嘉嘉老師可能也會有類似的操作 就是要再稍微等一下 好 那時間到之後呢 這邊我們把努亞達補下去 好 接著我們開西塔 好 然後我們開左邊萌大拿的技衣 好 那這邊我們去把那個紅綠燈符合 也要記得手銷到全部的那個水珠 OK 好 第五這邊就帶過去 好 接著第六 好 第六我們就抓流光珠塞進右邊萌大拿 先偷一個回合 好 好 那這邊如果對 嘎瑪有斷掉 記得要補回來 好 來 這邊我們把嘎瑪補下去 好 然後接著我們開那個西塔 好 然後再開右邊萌大拿的技衣 好 然後我們抓右邊萌大拿 好 那這邊就可以直接收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好 接著就準備來到王一 好 那王一這邊的話呢 有復銷 來 接著這邊我們開努亞達 好 西塔 好 然後我們開左邊萌大拿的技衣 好 然後我們開斯卡塔赫 好 然後這邊我們去轉到七組屬性就可以了齁 好 把上面這邊稍微再轉一下下 七組屬性應該是 直接達成沒有問題 好 這邊就帶走 好 那接著二血就神奇啦 這邊就隨便一C送給他就可以了齁 因為我們再爆發還開著啦 這邊就直接 等一下他會自己死去齁 好 那這邊是宇宙尋縮的三成就 等一下我們就來使用最後一隊 好 最後一隊的話呢 我們就來使用黑金的嘉嘉老師 這隊一樣是一次三成就 同樣會使用到時光牌換取生命的代價 好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呢 都有寫在旁邊 如果說還有疑惑 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再看一下齁 殊下就邊打邊講解啦 好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地獄家嘉 好 然後我們開家嘉的 «西二點水» 好 那左邊開《西二》齁 就變成右邊開《西一》 好 那這邊就直接送他 OK 來這邊帶過去 接著來到第二 第二這邊的話呢 一樣地獄家家 然後家家的飢餓點水 那變成右邊的開飢餓 那就左邊的開飢餓 好 那這邊我們要做的是 留一顆加護珠下來 所以記得哦 就是確保你場上有至少一顆加護留下 接著來到第三 第三的話呢 我們開機械加加 然後我們點光加火 然後我們開加加的飢餓 那這次我們點光 因為你有電吉他的話 對 是電吉他 不是電鋼琴 他的射線就會消失 接著我們開加加的飢餓 然後我們把上半部的這個水珠隔開來 OK 來這邊一樣帶過去 接著來到第四 好 第四這邊的話呢 一樣地獄家家 然後加加的技哦 這一次也是點光哦 好 然後我們再開加加的技 好 那這邊就一樣哦 直接送他 OK 來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第二條血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先抓副消 我們先偷一個回合 好 那接著第二回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開副消了 好 然後我們開機械加加 加點新加水 好 來 接著我們開加加的技2點水 好 那左邊開技2 就變成右邊開技1 好 那這邊當然 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OK 來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五 好 第五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開解除炸彈 解除亡命暴擊的 好 來 接著這邊我們開地獄家家 好 然後我們開加加的技2點水 好 然後開加加技1 好 那這邊當然哦 要符合紅綠燈之外呢 我們還要記得去手銷到全部的水珠哦 好 好 接著就來到第六 好 那第六這邊的話呢 我們抓流光族哦 塞進可以開技2的加加 好 我們先偷一個回合 好 第二回的話呢 我們就開地獄家家 好 然後一樣 我開加加的技2點水 好 然後我們開加加技1 OK 好 接著就準備來到王1 好 那王1這邊的話呢 地獄家家 然後加加技2點水 好 然後加加技1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好 那1血這邊就帶過去 好 那接著第二條血呢 這邊我們先開龍科之力哦 然後我們把加護珠以外 都塗成水珠 但是如果新珠有加護 也要把它塗成水哦 好 這邊直接操作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好 加護以外我們都把它塗成水 好 那這邊新珠有加護 我們也可以把它塗一塗 好 那這邊加護以外 都塗成水之後呢 好 時間到了哦 然後接著我們開加加的技1 但是開了之後 我們一樣不要動不要動不要動 等他時間到就可以了哦 對 這邊為什麼不直接開機械加加 去無視減傷抗性哦 是因為那個敵人還有加護珠的敵技啊 你如果沒有留下一顆加護珠 是沒有辦法對敵人造成傷害的哦 所以這邊一定要特別特別的小心哦 好 那這邊就是等他時間到 誒 已經過一半了 這邊也是延長至20秒啦 所以會比較久一點 好 就快了 就快了 剩下大約10分之1 等他到 等他到 快了 快了 好 那時間到之後呢 我們就開加加的技2點水 好 然後我們就抓開招的加加 好 那你如果說 誒 那個天降把加護全部消掉怎麼辦 沒有關係啦 對面打不死你哦 你就是再多花一點時間把它收掉就可以了 好啦 那以上這邊是4個不同的隊伍過這個地獄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譜